S-400防空导弹系统就定位 战机升空进行战备演训 战舰更前进黑海 陆海空大集结 俄乌战争一触即发 过去坚称不会入侵乌克兰 但莫斯科却迟迟不撤走 边境大批部队 即便不到一周就是北京冬奥 普丁恐怕也不会给小老弟面子 乔娥的事2008年8月8号 普丁现身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 当时乔基亚就同步向亲俄的南奥塞提亚 发起全面进攻 俄军在短短5天 集会乔治亚部队给美军和北约 狠狠来个下马威 乔治亚到如今的乌克兰 从前苏联国家到亲西方政权 甚至可能加入北约 普丁自然不会做事不管 普丁不止从多方面入侵乌克兰 战云密布 已经实际冲击乌克兰经济 进而引起政治动荡 可以说完全照着普丁的剧本走 如今北约声明仿佛在向恶邻居示弱 掌权超过二十年 普丁依旧是西方世界中的头痛人物 在这里行为上不早